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要抵制北京的2022年的冬奥会 或者说当时我们的节目的主要的立论就是 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体育赛事 因为它建立在一个中国侵犯人权的背景之下 或者说奥运并没有让中共觉醒 或者说让中共醒悟 如果是这样的话 冬奥会恐怕会助长北京独裁政权 接下来对于中国人自由的进一步打压 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 我们要看一下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有的记者针对于我们所发出的 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 有的记者对此要求中国政府 中国外交部给予置评 我们要看一下中国外交部给出的这些说法 并且进一步给出我们的回应 当时当班的外交部发言人士赵立坚 他说北京的2022年冬奥会参考会是对于中国对国际奥运动作出贡献 那么参加冬奥会也是各国因为冬奥运动爱好者的一向热烈的期盼 我就觉得在这个我看到这句话 我就想问一下赵立坚 问一下中国的外交部 那么究竟是谁给你们这么大的勇气 让你们的脸皮变得这么厚 可以代表全世界的运动员来说 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热判 北京2022年冬奥会呢 至少我看到新西兰 包括瑞士 还有很多的包括卢森堡等等 很多的国家的民众人家重要还是自己过自己的 但并没有觉得北京2022年冬奥会有什么了不起 而且有一个问题是 事实上很多国家 特别是民主国家的运动员 已经公开表示不会参加独裁者举办的体育赛事 特别是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和冬奥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啊 那么赵立坚先生真的应该好好地再上一课 那就是那么舆论的这个涵盖的时候呢 说话恐怕要再负责任一点 才能够对得起啊 您站起来的启齿之身了 接下来呢 赵立坚还说 中国一定能够如期完成各项筹备任务 做好全面准备 把北京冬奥会变成了 一项这个安全精彩的这个奥运盛会 这个问题就来了 现在啊 距离北京2022年啊 这个冬奥会的话 还有一年半以上的这个时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国外交部啊 就敢啊 在这里大言不忏的对一年半之后的事情 做出如此肯定的这种预测 说一年半以后的事情一定是好的 一定是成功的 那么这个问题的逻辑就来了 那么究竟是就是任何的人都不可能对未来的事情 给出一个就是一种保证性的这种结果性的这种预测 这种预测本身就说明啊 这个预测防护了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地方 把话说的如此之满 到时候万一要出点什么娄子 那赵立坚也好王爷也好 岂不是要持不了兜着走吗 这个恐怕还是小事 更重要的是党国的面子到时候恐怕 都要被这个2022年冬奥会啊 所有全面的丢尽了 这才是中共我估计最为担心的事情 另外 那么赵立坚还说中国坚决反对 当体育问题政治化 反对借人权问题干过干涉啊 别过内政 这句话好像啊 我觉得是说给中南海 说给中国政府自己听的 因为啊 把体育问题政治化 肆意的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 恰恰不是啊 中国政府眼睛里边所说的美帝国主义 恰恰就是中国政府自己 恰恰就是习近平为首的 中共上层统治集团 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中国还要在这里贼喊捉贼 只能够说明啊 中国外交部这个地方真的是前驴技穷了 他只能够通过到处像一条疯狗一样啊 去乱咬来转移人们对于中国现在堆积成山的国内问题的关注 中国日益激化的国内的民族主义矛盾 以及呢 这个经济下行啊 通货膨胀 各种问题叠加对于当代的这个中国政权所造成的执政危机的影响 这才是呢 中国这个目前来讲面临的最大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 中共的政权现在摇摇欲坠风雨飘游的时候啊 还要再在这里啊 大谈特谈北京2022年冬奥会啊 我想啊 只能够2022年冬奥会恐怕是压倒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的最后一个稻草吧 好的 今天的节目呢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谢谢大家